看看小鱼儿在干嘛 在刷英语试卷 这里已经刷了一张了 现在在做的是王昭霞的 还有几天 四天 就英语跟科学两门线要考试了 是不是时间好紧张 一天要刷好几张卷子 不然感觉对不起全世界 这个周末小学院还是很努力的 在家里都是在做试卷 英语已经把一整本的孟建平刷完了 今天刚刚刷掉 一天起码做两到三张 是吧 还有科学还差两张也刷完了 反正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是吧 这次期末考试呢还是非常重要的 是六年级的上学期的一个考试 可能会以后作为一个 你到了初中老师会看 一个参考的一个标准 有可能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你知道的 我们要过年了 那么原桌上一堆亲戚朋友们的日常 就是这次期末考试考了多少分啊 这是童年的噩梦 妈妈小时候也是这样的 特别痛苦 考得不好的话都不好意思说 是吧 我不知道粉丝们有没有这样的苦恼呢 可能应该也有吧 所以压力还是有点的啊 我们为了鼓励小鱼儿啊 好好读书 那我就给你说一下 今年考试 我们的奖励机制 好不好 去年是考多少分 加财总分 就给你多少 Money 对吧 那今年我们还是延续 我就给你多少的红包 怎样 红包我就Money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呗 但是今年我们的政策稍微改一改 就本来的话 是一分第一元嘛 对吧 那你那些小鱼儿肯定会说 哎呀 那我就算美门90分以上 也就四门课嘛 也就不超过400块 对吧 那今年不一样了 今年妈妈有一个非常大的奖励机制 但是也有一个惩罚机制 先听惩罚好不好 就如果你这门课 没有考到90分以上 那这门课咱们就作废了 就如果89 89.5 就没有89块钱 但是如果你上了90那就有 比如说你考了90那就90 91就拿91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大奖励机制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考了100 那就翻倍 比如说我打个比方 你英语考了100 那你就拿到200块 那我去年岂不是亏了 那去年是去年的机制 今年是今年的机制 那我也有机会可以拿到 只要你好好学习嘛 对吧 反正 反正到时候你 考这个分数总分加起来 你想买啥 咱就买啥 特别是你想想看 可以买多少文具了 对 全就够 那你想买什么 你可以先想起来了 买个游戏吧 什么游戏啊 马里奥赛车 可以啊 好的 粉丝们你们觉得这个机制怎么样